提起18世纪的法国 你会想到些什么呢 是不是脑海里面 马上会浮现出 电影里面的那些 宫廷贵族啊 小卷发啊 高领蕾丝衬衫啊 蓬蓬秀啊 垫肩外套性感的裹腿 从不洗澡和每天 喷香水的男人 以及头发梳得像鸟笼 上衣能勒的女人流产 裙子却用钢丝撑成一把大伞 以体质奇差 脸色惨白为时尚的贵妇人啊 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这位主角 就是来自于18世纪 他呢 出身平民 但是后来一番逆袭 跻身上流社会 成为了法国历史上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文学家 他是18世纪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 杰出的民主政论家 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 他叫卢梭 有些人呢 会把卢梭和那个 写瓦尔登湖的 梭罗搞混淆 其实比起19世纪的 美国人梭罗呢 卢梭算是老古董了 听说过太阳王路易十四吧 卢梭出生的时候呢 正是太阳王寿终正寝之时 卢梭成名之际呢 是路易十五当政 著名的彭皮杜夫人 就是路易十五的情妇 卢梭呢 还跟这位法国首席交际花 颇有交集呢 在卢梭的晚年 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横空出世了 卢梭挂掉以后呢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拿破仑登上了历史舞台 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 被送上了断头台 咔嚓 砍了脖子 黑暗的中世纪早已过去 但欧洲仍然处于教会特权 与封建王权的通知之下 启蒙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那时候的东方 正是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 卢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著名大佬 和许许多多其他大佬一样 卢梭有着云觉波鬼的一生 然后与其他大佬不同的是 卢梭写了一部 惊天地气鬼神的自传 还取名叫《忏悔录》 别人的自传呢 要么老老实实的技术生平 要么遮遮掩掩掩地 往自己脸上贴金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卢大佬呢 完全就是自传界的美特斯邦威 不走寻常路 他把自己从小到老做过的 错事丑事糗事 一股脑的全给写到书里去了 等您听完这本书呢 我保证您想对这位 三百多年前的大佬说 哥 你真是一朵上帝造就的奇葩 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能创造出像您这样复杂精致的人物 哥 现在呢 您不光是一个摇滚斗士 不光是一个奋青公知 您还是京城娱乐圈里的灯红男宠 您还是音乐圈里的跨界大腕 不过你更有可能被吃瓜群众 评为千年难遗遇的极品渣男 当然您还有可能被圈进精神病院 牛递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卢大佬不仅解释 还一写就是四十六万字 他到底安得什么心 难道真有人毫不在乎世人的目光 一心想把自己不堪的那一面 展示给人家看吗 咱们按下不表 接下来 还是先请大家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穿越到十八世纪的法国 去看看卢梭卢大佬的精彩人生吧 说起日内瓦你会想到什么呢 瑞士的第二大城市 以精密仪器比如钟表文明 对 其实在十八世纪初 日内瓦就已经遍布钟表小作坊 和技术精湛的钟表匠人 不过那个时候的日内瓦并不属于瑞士 而是日内瓦共和国 卢梭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位钟表师傅 卢梭的母亲是个牧师的女儿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牧师这个职位 那个时候的欧洲仍然是政教合一的 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天主教的统治之下 但日内瓦不一样 它的国教是基督新教 天主教的基层神职人员被称为神父 是不能结婚的 但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牧师 是可以结婚的 神父和牧师的职位 大概相当于咱们的村委书记 权力比村长大 主要工作就是把握政策方向 卢梭的祖父是法国人 移民到了日内瓦 他虽说是个财主 但有15个孩子 到卢梭父亲这里 就只有一份博产 卢梭的母亲 好歹也是出身国家公职人员家庭 比丈夫要富有一点 本来卢梭作为第二个儿子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好歹是吃穿不愁的 然而卢梭生下来才10天 母亲就因难产而去世了 卢梭的父母感情特别深 卢梭一出生 父亲就失去了老婆 这位父亲 从此就暗暗怀着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一方面把小卢梭看作是爱妻生命的延续 另一方面又觉得 小儿子是夺走自己女人的罪魁祸首 卢梭一生下来就病痒痒的 当然了他后来身体也没好过 一生都在与疾病作斗争 能活到66岁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了 卢梭又一个比他大七岁的哥哥 跟着父亲学手艺 但是这位哥哥在这部自传里只出现了一击 就永远消失了 因为他从小叛逆 老是遭到父亲的暴打 后来便成为了一个放浪行孩的问题少年 再后来他离家出走了 从此耀无音许 那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 多半也是这种命运了 能活下来就是命大 后天的好歹全看自己的造化 卢梭的母亲去世之后 多亏了一位叫做苏珊卢梭的姑妈 苏珊姑妈是一名信仰虔诚的淑女 她给了小卢梭无意不知的照顾 将先天不足的小卢梭 从死神那里硬是抢了回来 还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苏珊姑妈会唱许多美妙的小调和歌曲 这可迷坏了小卢梭 成年之后 卢梭闯荡音乐圈 成为了文学界里最懂音乐的人 大概和苏珊姑妈的童年启蒙有很大的关系 说回卢梭的父亲 老人家是个挺有个性的人 在卢梭八岁的时候 他同一名法国上位 争讨打架 这名上位后台比较硬 指控卢梭的父亲持见行凶 根据法律 两个大人在一起相互伤害 那是要一起蹲监狱的 然而被判入狱的只有卢梭父亲一个人 老人家不服 一气之下丢下了小卢梭 从日内娃出走了 哥现在这算是畏罪前逃出境 从此便把他乡做故乡了 小卢梭也就成为了没爹没娘的孩子 可以想象 即便有一位温柔的姑姑 母爱在卢梭的生命早期依然是缺席的 正常的家庭温暖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的学者呢 拿着放大镜研究卢大佬 他们发现卢梭的性格之所以如此奇葩 与他的童年经历很有关系 用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讲 就是他一辈子没有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 那么一个没妈疼没爹娇的孩子 会如何长大成人呢 成为留守儿童的时候 卢梭才九岁 从九岁到他成年 卢梭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当时卢梭被一位嫡亲的老舅收留 这位舅舅是个工程师 叫贝尔纳 贝尔纳呢有个儿子和卢梭同年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啊 贵族人家的孩子有成达的家庭教师 普通人家的孩子多半被送去当学徒 贝尔纳呢算是有些学问的 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卢梭一起送到了乡下 寄养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 学习拉丁文 那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那牧师大概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村委书记 其实呢 牧师还大概相当于秀才 属于比较有学问的那一类 贝尔纳舅舅估计是想一箭双雕 培养出两个牧师吧 毕竟那个时候呢 牧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可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最好的出路 牧师和他的妹妹负责教导 这两个小孩子 牧师嘛 一般都是比较虔诚 儒雅的 可能呢 还有一点点小古板 小卢梭古灵精怪 没少调皮脚蛋 他们的日子刚开始 过得还算比较惬意 直到有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 牧师的妹妹 朗贝尔西埃小姐的书子 不知道怎么弄坏了 因为小卢梭有在场证明 所以他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两位主人轮番拷问他 想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小卢梭拒不承认 这还了得啊 主人觉得这孩子太倔了 死不悔改 一气之下呢 就把卢梭的监护人 贝尔纳舅舅叫来了 来来来来 领走领走 把这俩货领走 这哪是当牧师的料啊 就这样呢 卢梭和小表哥被退回了 牧师梦破灭 哥俩成了失学儿童 小卢梭又在舅舅家待了三年 这三年呢 因为舅舅舅妈忙于自己的事情 卢梭基本上属于放飞自我 野蛮生长的状态 说起来呢 好像挺自由自在的 但是别忘了 他是寄人篱下呀 另外呢 即便是待在舅舅家 他也是要付钱的呀 那钱从哪里来呢 幸亏母亲留下了点遗产 可能是田庄之类的 有点小收入 但是按照当时的遗产继承制度 卢梭要年满18岁 才能全权处理 属于自己的那份遗产 比如说变卖不动产 为现金什么的 也就是说 他虽然能吃饱穿暖 但是其他的需求 就没法得到满足了 对吧 比如想要个小玩具呀 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啦 开婚吃点零水啦 抱歉 这些都没有油 除了父母 谁会关注一个孩子的 这些额外的需求呢 对吧 这一点呢 也极大地影响了 卢梭青少年时期的生活 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格 卢梭终其一生的 都没有过真正的安全感 和满足感 他的内心始终是有缺口的 三年之后呢 卢梭被送到了 法院书记官家里 指望长大以后呢 能够当刀比利 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律师啦 帮人写告状 状纸文书之类的东西啊 舅舅呢 对书记官说 这个卢梭这个娃呀 贼精灵 又爱学习 你看长得也精神 你就秀纳书下吧 好不好 可是没过多久呢 书记官就对贝尔纳 舅舅说 你给我送来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简直是一头春驴 自个儿踢回去吧 舅舅还不死心 又把卢梭呢 送去了一个雕刻匠家 有了牵车之鉴 这回呢 卢梭老实了 在雕刻匠家呢 可不比在牧师家 或者舅舅家 和咱们救中国的学徒一样 学徒为师父 只有当牛做马的份 师父打骂 那是家常便饭 师父教一点活 那就得感恩戴德 忍辱负重 把手艺学到家 才能自立门户 告别悲惨生活 卢梭本来挺喜欢雕刻工作的 然而 他内心里有一颗 狂放不羁的灵魂 绝不当逆来顺受之辈 可是卢梭这一叛逆 就在歪路上 狂奔了起来 在雕刻匠家呢 卢梭染上了偷盗的恶习 刚开始呢 他是为一个伙计利用 帮忙偷老太婆家 拿来菜地里面的这个卢笋 再后来呢 他开始登干了 挤人篱下 什么东西都由不他的自己做主 嘴馋了怎么办呢 去师父的储藏室里面 偷俩苹果 爬上面包箱 伸出铁杆 对阵苹果 戳过去 美味的苹果就要到口了 突然 储藏室的门打开了 师父抱着双臂 站在门口 大喝一声 好大的胆 啪啪啪 卢梭的屁股被打开了花 但是这个16岁的少年呢 并没有被震慑住 他反而觉得挨打可以补偿自己 因为偷盗带来的羞耻感和罪恶感 既然已经偿还了 那么就可以继续偷了 大不了再挨一次打呗 卢梭甚至认为 自己生来就是挨打的 那我还是想和正在收听 咱们节目的小朋友说一句啊 偷盗绝对是错误的 千万不能学 好了 咱们说回卢梭啊 话说 卢梭偷完苹果 后来又将这个自己的爪子呢 伸向了师父的钱袋 辩解说自己只是因为贪嘴 拿了几个小钱出去买零食吃 可以想象 师父关系最后恶劣到什么程度啊 终于有一天 16岁的卢梭忍无可忍了 去你的 不伺候你这老家伙了 这一次 他潇洒地挥一挥一袖 走上街头 成了流浪汉 卢梭从雕刻架那儿逃走时 兜里吹了点小钱 很是爽了一些日子 可是很快 坐吃山空 兜里见底了 吃的喝的住的都成问题 少年卢梭左琢磨右琢磨 准备去找份工作 可是他啥都不会啊 拉丁文不够对付 手艺也是半成品 就这样想混饭吃 几经反复呢 卢梭终于惊人介绍 到了维世利伯爵夫人家 那么在这位夫人家呢 卢梭又染上了另外一个恶习 说谎 听众朋友可能会奇怪啊 怎么那个时候 到处都是这爵那爵 这到底是个神骂官啊 其实呢 欧洲的爵位制度啊 都差不多 最高的就是公爵 旗下意思都是 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啊 对于公侯伯子男嘛 我们之前说过了啊 其中男爵呢 是不能世袭的 其他的爵位呢 都可以世袭的 直到现在呢 英国啊 依然保持着 古老的爵位制 卢梭呢 所在的欧洲 到处都是城堡 这城堡呢 便是爵爷们的行宫了 城堡周围的土地 子民便归爵爷馆了 话说这个伯爵夫人呢 因为生病无法书写 卢梭呢 就给夫人充当语音转换期 将夫人口述的内容写下来 可惜这位夫人 重病挂掉了 葬礼之后呢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卢梭呢 小偷小摸的爪子 又重现江湖了 这次不知道 是什么怪僻使然啊 他偷了家中 一位贵族小姐的 粉红小丝带 小东西你偷了就偷了呗 偏偏又不藏好 被主人给翻了出来 面对盘问 你们猜卢梭使了什么招 只见他脸不红 兴不跳的说道 这粉红玩意 不是我拿的 是厨娘玛丽翁姑娘拿的 赤裸裸的无限 让厨娘玛丽翁白口莫辩 卢梭为了让别人相信 表演的更加义正言辞 卢梭的演技太好了 大家都懵了 难辨熟真熟假 只好将他们一块辞退 在这本忏悔录里呢 卢梭对这件事的解释是 他对玛丽翁颇有好感 觉得他与自己最亲近 所以慌忙之下呢 就把他拉到自己的 同一阵营里来了 这或许是卢梭的真实念头 但也确实是寡怜贤耻 善恶不分的诡辩 他这随口说出的谎言呢 从此呢背负着偷盗罪名 与卢梭无怨无仇的 玛丽翁姑娘名誉扫地 再也没有雇主敢雇佣她 余生是惨淡而终啊 除了偷盗和说谎 卢梭呢还喜欢调戏良家妇女 当时这个卢梭正值青春发情期 却两个女朋友都没有 于是呢他就开始耍流氓了 有一天呢 卢梭来到一个天井的尽头 看到几位少女正在水井边挤水 哇女人嘞 卢梭看着心痒痒 突然他灵机一动 朝姑娘们背过身去 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朝姑娘们露出了自己的小臀臀 他正打算扭一扭 展示一下自己性感的小臀臀 突然只听一阵沙发声传来 路边窜出几个大汉 要捉拿这个变态狂 卢梭一下软了 可怜兮兮地求好汉饶命 结果大汉竟然真的放了他一马 对于自己的露臀屁 卢梭辩解说 自己只是青春期冲动 因为生性羞涩 不会真的去搞姑娘 最多对姑娘耍一下无上大雅的流氓而已 而且自己露出的好歹 不是正面 只是背面而已 故事说到这儿 如果大家觉得卢梭只是一个小混混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货真价实的混混 是不可能成为美人的 卢梭虽然吊儿郎当 一身恶习 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爱读书 卢梭的外公是一名牧师 文化人 家里有大量的哲学 史学 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父亲虽然是个钟表匠 但他也非常非常喜欢读书 吃完一碗饭之后 父亲就会和小卢梭一起比赛读小说 这一读就是昏天黑地 父子俩都忘了时间了 直到清晨 外面燕子周秋 父亲才难为情地说 咱们回去睡觉吧 我比你还像个孩子 卢梭后来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里面 受到的也是不错的教育 在雕刻匠里家里当学徒 隔壁有一个小书店可以出租图书 卢梭太爱书了 常常省吃俭用 把一点可怜的银子拿去租书 有时候被师傅发现 一顿暴打不说 还要没收图书 但卢梭死不悔改 依然如恶狼般的扑向书摊 怎么样 这看起来像是卢梭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吧 有志少年百折不挠 一心求学 书海奋进 你可能会说 这才像一个大文好的童年往事 其实一个人从不同侧面看 可能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同一个人 而这才是人这种矛盾复杂的 生物的本来面目 各种性情交织在一起 才成为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 卢梭一生世书如命 社会的种种不公 冲击着他的世界观 摧毁着他的精神和意志 书籍的养分却在滋养 修补他的灵魂 书中有美 有善 有公平和正义 有现实生活中 渴求而不得的一切 现实生活如同风雨袭来 书籍于他却是阳光普照 值得一提的是 卢梭后来写出了著名的艾米尔 那是一本论教育的书 卢梭在这本书里提倡 教育小孩要慎应天性 也就是说 要让小孩自由生长 父母和学校都不要多加干涉 卢大佬可能是拿自己的成长经历做参考 你们瞧你们瞧 我从小娘不管爹不叫 是百家饭长大的 我纵使混迹流浪 差点没进少管所 但最后 我不是还是走上正道了吗 你们这些就别瞎忙活了 把孩子交给大自然 交给生活这滩污泥吧 是黑是白 滚一滚就知道了 好了 卢梭的童年和青少年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更复杂的成人世界了 想知道卢大佬的情感密室吗 却听下回分解